曾在九一版编辑部的故事当中 饰演机器人的李凌玉 在国外打拼数年 近些年才把事业重心转回到国内 当天在权力榜开榜的现场 李凌玉一遇到导演郑小龙 就毫不客气地摇起了戏 同时我在这里说呢 希望郑导和尤导给我机会 其实我演戏也挺好的 演过啊 老编一部故事 对啊 我演智能机器人 我还可以演智能机器人 原来两人早就有过合作经历 在郑小龙担任策划的 1991年版编辑部的故事中 李凌玉客串出演了一个智能机器人 让很多人印象深刻 希望你们能够喜欢我 关心我 帮助我 在各方面爱护我 带我像一家人 朋友 兄弟 姐妹 亲戚 同事 好了好了好了 他们都给我打电话说 你演得挺滑稽的 他很多人还挺喜欢 我觉得嗯 当年李凌玉是人尽皆知的甜歌歌手 但之后他到国外发展 很少在国内观众面前出现 不过看权力榜开榜仪式现场 李凌玉向两位导演主动邀戏的这一出 足以见得他最近将事业重心转回国内 大有全面回归影视圈的架势 我本月18号去恒店拍那金华燕云 哦 金华燕云重新新版队 重新拍队